4月26号普丁签署了法令 这个很厉害 由俄罗斯这个俄气天然气公司 强制接管德国的这家博士 很大在俄罗斯的子公司 强制接管两个德国的跟意大利 意大利这个国有企业 直接拿来国有化 那当然大家还记得 2022年意大利有同样的作为 把俄罗斯一个烈油厂收归国有 有没有 所以这样好像也是刚刚好而已 那德国外交不仅仅谴责 意大利政府也召见了俄罗斯大使 表达抗议 先来看一下普丁 这个坦白讲美国对俄罗斯外贸银行 现在突然之间要放宽他的结算 表示他认输了 而且是能源部分领 事实上他本来就没有针对 俄罗斯所有的银行 做那个SWIFT把它排除 事实上就是针对这几个大的银行 那他后来就发现 俄罗斯用人民币交易 人民币交易的很高兴啊 表示没用啊 俄罗斯那个我们郑元凶一再称赞的那位 央行女行长 真的很优秀 就是搞到这个SWIFT就是没什么用 他人家绑定你一定要用卢布 然后又绑定黄金 你就是没办法 所以人员要嘛就是卢布交易 不然就人民币交易就这样啊 而且甚至连贸易啊 俄罗斯方面也说他跟中方的贸易交易有95%是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就只觉得算了啦 搞这个也没有用 搞这个也没有用 那个现在的争议其实已经不是支付的问题 而是资产要不要没收的问题 他很有趣 他压了个时间11月1号 之后是不是拜登也不知道了吗 对不对 在之后 我觉得很可能会提前 提前那个时间也不用压了啦 可能乌克兰就已经没了 这个事实上拜登应该要紧张的是乌克兰能够撑到哪什么时候啦 那前面那个就是我们说现在正热的议题啦 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就动脑筋 动到俄罗斯的央行资产 那在美国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亿美元 美国已经直接没收了 那俄罗斯当然要报仇啊 所以他大概最近我听说他没收了那个 摩根斯丹利的在俄罗斯4亿美元啦 4.4亿 他也开始做动作 那据了解这个美国这个主张德国是反对的 德国已经跳出来表示反对 那德国为什么会怕 因为德国在俄罗斯有很大的资产 因为他投资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接管 德国博士在俄罗斯公司就是一个提醒 说德国你要照这个意思去做 但我觉得很有趣喔 因为2022年意大利没收这个俄罗斯炼油厂的时候 当时德国也跳出来反对喔 所以德国还是落得这般下场 不会啦 因为他的公司在俄罗斯真的蛮多的 光是汽车工业就投资了不少 不过我刚刚也看到一些 一些有些人做了分析啦 说美国这一波喔 这个欧美日韩不是制裁俄罗斯吗 东西都不能卖 事实上不是只有中国获利 中国大陆当然就因为这样突然有一个处理地掉下来 那这个市场就大增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获得好处 连俄罗斯都获得好处 他被制裁啊 获得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就是完全都靠人家进来帮他经营嘛 结果连一些农产品啊 日常用品 通通都是西欧洲跟美国的产品 那东西又贵 然后他们因为比较先进嘛 所以控制了你所有的这个行销的环道 那现在突然之间他们都不在了 结果俄罗斯现在自己做的牛奶啊 立刻就变得都是国 可是俄罗斯的商人自己就出来做牛奶啊 比如说接管麦当劳啊 他们也可以做得出来 做也许不叫麦当劳啦 叫麦二宝之类的 就麦当劳 星巴克都在俄罗斯发生的复制品 那这个他就用不着中国帮忙了 他自己老百姓可以做啊 结果突然发现民间的一大堆用品 现在都变成自己做 那俄罗斯的一些买办啊 就是都带领那个西方产品进来的那些人 现在都不见了 就突然之间所以 所以坦白讲还有那个 有人还讲到他的那个武器生产 说就是他的军工产业突然之间得到一大堆订单嘛 因为他要打仗啊 结果现在突然之间生产量跟品质都变好了 这就有点意外 然后结果这样倒了两年多下来啊 他大概就是一方面靠自己 那一方面靠中国大陆 那大概他的民间的工业大概就全部都都把它翻翻翻上来了 那就西方再也控制不了他了这样 所以这个就这个已经是不可逆了 因为你已经离开了嘛 比如说像日本跟韩国的汽车就完全退出俄罗斯的市场 那德国就不愿意做这个动作 还在那边等 所以为什么德国人不愿意参与那个美国的那个没收的计划 那当然因为欧洲的钱更大 他主要是放在比利时嘛 那个欧洲清算银行放了2000亿欧啊 我觉得比利时不敢动啊 开玩笑这个动还得了 搞不好走在路上都会滑倒 因为我跟你讲 俄罗斯对欧洲就不客气了 对美国他还会心存一点敬畏 对欧洲他绝对不客气的啦 如果你踩红线 他百分之百报酬的啦 他可以说我导弹射歪啦对不起啊 之类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 你比利时很小 一射歪的话很危险 我知道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欧洲国家不敢心举妄动 不敢 而且德国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就这种历史求偿问题来争辩 德国也在被波兰历史求偿啊 不得了 他说如果 如果你可以去没收俄罗斯的央行资产 那到时候波兰会不会给我搞这个 所以 算就这样 对德国人没有同意 德国人已经 齐之鲜明表态他反对 对 实际上叶伦就是个政客 叶伦本来也是反对 那现在不讲话 对还是学者啊 这个变得好快 学者的时候 他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他跟拜登讲 那现在都不讲话 所以我是认为 这一波这样看下来 这两个都跟 这两个都跟金融战有关系啦 那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 我们本来说他是一个 人员 粮食 还有各种原物料 都很坚挺的大国嘛 现在不是这样而已啦 他经由这两年多的抵制制裁啊 然后现在跟中国大陆肩并肩啊 他整个民生工业 大概已经 已经巩固起来了啦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他是越打越稳 对 打不死更强大 然后现在这个GDP也很亮眼嘛 今年3.6 对啊 比这个 比这个法国 德国都好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